一架歼-20战机造价究竟要多少钱 但中国有两款电子战斗机造价堪比歼-20 其同类机型曾击落过FR-2 在很多人看来 歼-20是中国空军装备的价格最昂贵的战斗机 据说要1.2亿美军一架 然而中国有两款打破了美军垄断的战斗机 实际造价堪比歼-20 作用也可以与歼-20媲美 就是歼-16D和歼-15D两款电子战机 专业的电子战斗机原来只有美国的EA-18G 被称为电子战机中的FR-2 是一种改变空军攻击作战游戏规则的战斗机 EA-18G在美国空军的地位 实际上与FR-2同样重要 造价也逼近FR-2 不要小看这种四代机 EA-18G在美国空军进行的对抗演习中 曾击落过FR-2 EA-18G的战绩充分证明 电子战机就算面对隐形战机 同样具有对抗能力 歼-16和歼-15为平台发展的电子战机 同样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战斗机 凭借中国在电子雷达领域的技术优势 这两款电子战机 被认为已经达到了EA-18G的水平 相比EA-18G 歼-16和歼-15拥有更大的机身 战机拥有更大的电力 中国在雷达电子领域的技术水平也更高 整体作战水平相近 在作战时 两款电子作战飞机 使用的武器以反辐射导弹为主 包括英机91反舰反辐射导弹 CM-103反辐射导弹 和LD-10反辐射导弹 三款导弹 基本能够满足各种攻击作战需要 两机还可以使用中国其他导弹武器 相比美军来说 中国海空军最大的不足 是在使用电子战斗机经验方面 存在明显的差距 据国外杂志推测 歼-20的造价1.2亿美金一架 一架苏-35的进口单价也要8300万美元 而一架歼-15舰载机的造价 可能要超过1亿美元 改装成专业的电子作战飞机 造价也不会比歼-20便宜多少 另外歼-20随着产量的不断扩大 未来造价会进一步降低 而中国两款电子战机的装备数量 并不会太大 是一种作用重要 但装备数量有限的战斗机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高烈度作战环境下 争夺制电磁权是夺取制空权的关键 在空军攻击作战时 歼-16D会与其他作战飞机一起混编行动 对敌方雷达进行电子压制 并使用各种反辐射导弹发起攻击 还可以通过数据链 为其他战机提供目标信息 歼-15D在航母编队中的重要性更为重要 是提升舰载机攻击能力的关键 如果说歼-20能在第一波踹门攻击中 起到重要作用的话 歼-16D同样可以开辟电磁空中走廊 双方作用不同 可以优势互补 两者都是发展攻防兼备空军的重要标志